与花莲金丝金社同步连线 送念地藏经 历经丧子之痛的李秀英 在这里找到平静 也有人送持地藏经多年 在经文中体悟行效的重要 福隆联络处连续三天共修地藏经 现场也提供素食佳肴 此一志工邓玉梅承担相机工作 与民众结好缘 也参与诵经要回向给父母 在鲁谷环保站共修处 也与花莲连线送念地藏经 都是会很平静 很平静来共修着之后 就是说要把这个回向给祖先 不同于普渡大拜拜 找回平静也为往生者 献上最好的祝福 大爱新闻之下美极共马来西亚 综合报道